大家好 好的,大家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聊聊北美医学教育的两座巅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梅奥医学院 这两所学校不仅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还各自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这所学校成立于1876年 以其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的名字命名 霍普金斯先生是一位富有的商人 他在去世时捐赠了700万美元 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美元 用于建立这所大学和医院 可以说,霍普金斯先生的慷慨捐赠为 现代医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 在1893年成立 迅速成为医学教育的领军者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当时的医学教育质量参差不齐 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 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 决定采取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 他引入了住院医师制度 让学生在医院中 直接参与病人的治疗 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 还大大改善了病人的护理质量 可以说,奥斯勒医生 是现代医学教育的超级英雄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梅奥医学院 Mayo Clinic Alex School of Medicine 梅奥医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当时威廉·沃勒·梅奥·William·沃·Romeo 和他的两个儿子查尔斯 Charles和威廉·William 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市 创办了梅奥诊所Mayo Clinic 梅奥家族的三位医生 以其卓越的医术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梅奥医学院成立于1972年 虽然比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晚了将近一个世纪 但它迅速崛起成为医学教育的翘楚 梅奥医学院的教学理念强调团队合作和多学科协作 这与梅奥诊所的传统一脉相承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梅奥诊所的医生们常常开玩笑说 他们的工作就像是一场医学马拉松 需要持久的耐力和团队的协作 那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梅奥医学院到底谁更胜一筹呢 这就像是问超级英雄联盟和复仇者联盟谁更厉害一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其深厚的历史和创新的教学方法著称 而梅奥医学院则以其卓越的临床实践和团队协作精神闻名 两者各有千秋都是医学教育的顶尖代表 总的来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梅奥医学院都是医学教育的巅峰 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无论你选择哪一所学校 都将接受到世界一流的医学教育成为未来的医学领军人物 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 也学到了不少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提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欧洲商学院精英赛 伦敦商学院Pincy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欧洲商学院的精英赛 这场比赛的主角是伦敦商学院 London Business School 简称LBS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ed 这两所学校在商学界的地位可谓是泰山北斗 他们之间的竞争就像是商学界的哈佛 PK耶鲁 充满了火花和趣味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伦敦商学院 LBS位于英国伦敦 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LBS的学生们每天都能感受到来自金融界的脉动 这里的课堂上不仅有理论的探讨 还有来自金融巨额的实战经验分享 LBS的校友网络遍布全球 特别是在金融和咨询行业 这里的毕业生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再来看看Inseed 这所学校的名字来自法语 Institute European Administration Affairs 听起来就很高大上 Inseed的校区分布在法国 新加坡和阿布扎比这种全球化的布局 让学生们有机会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 学习和生活 Inseed的课程设计非常紧凑 学生们在短短的一年内就能完成MBA学位 这对于那些想要快速回到职场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那么 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们 在金融赛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 LBS和Inseed的学生们 在一场模拟商业竞赛中展开了激烈的对决 LBS的学生们 凭借他们在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 迅速制定出了一个精密的投资计划 让评委们惊叹不已 然而 Inseed的学生们则展示了他们 在跨文化管理方面的优势 他们提出了一个创新的全球市场拓展策略 成功地赢得了评委们的青睐 这场比赛的结果是平局 但它也展示了两所学校各自的强项和特色 LBS的学生们在金融和投资方面 以一句幽默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无论你是LBS的金融大鳄 还是Inseed的全球战略家 记住 商业世界就像一场马拉松 比的是耐力和智慧 而不是短跑的速度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商业旅程中 都能跑得又快又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亚洲自然科学较量 清华大学 PK东京工业大学 好啊 今天我们来聊聊 亚洲两所顶尖的自然科学学府 清华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 就像一场学术界的武林大会 这两所大学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较量 可谓是精彩分成 首先 我们来看看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位于中国北京 被誉为中国的MIT 清华的自然科学研究实力雄厚 尤其在物理 化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 清华的物理系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科研成果 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 比如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 就是清华的校友 清华的科研设备和实验室 也是一流的 拥有许多世界领先的研究设施 再来看看东京工业大学 简称东工大 东工大位于日本东京 是日本顶尖的理工科大学之一 东工大的自然科学研究 同样不容小觑 尤其在化学物理和工程学方面 东工大的化学系 在全球享有盛誉 培养了许多在国际上 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东工大的研究环境和设施 也非常先进 拥有许多国际一流的实验室 和研究中心 那么 这两所大学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较量 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让我们来看看 首先是科研合作与竞争的故事 清华大学和东工大 在许多科研项目上都有合作 比如在纳米材料 量子计算和新能源等前沿领域 两校的科学家们 经常互访交流 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 然而 合作的背后 也少不了竞争 比如 在某次国际学术会议上 清华和东工大的研究团队 同时发布了 关于某种新型材料的研究成果 结果两校的研究数据几乎一致 令在场的学者们 嘖嘖称奇 这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况 既展示了两校的科研实力 也增添了学术界的趣味 再来看看学生们的故事 清华和东工大的学生们 在国际竞赛中经常碰面 比如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等 这些竞赛 不仅是展示个人才华的舞台 也是两校学生较量的战场 曾经有一次 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比赛中 清华和东工大的学生们 在决赛中狭路相逢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清华的学生 以微弱优势胜出 赛后 两校的学生们 互相握手致意 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精神 最后 我们来聊聊两校的校园文化 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 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和创新精神 学生们不仅在学术上追求卓越 还积极参与各种创新创业活动 而东工大的校园文化 则更加注重实践和应用 学生们在实验室和工厂中动手实践 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两校的校园文化各有特色 但都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自然科学人才 总的来说 清华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较量 既有合作 也有竞争 既有严肃的学术研究 也有趣味恒生的故事 无论是科研成果 还是学生表现 这两所大学 都展现了亚洲顶尖学府的风采 希望未来两校能继续在自然科学领域携手并进 为人类科技进步 做出更大的贡献 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三大PK 让你们不仅长了知识 还收获了不少欢乐 首先 我们一起回顾了北美医学教育的两座巅峰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梅奥医学院 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 在医学教育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霍普金斯的超级英雄威廉·奥斯勒 引入了住院医师制度 改变了医学教育的格局 而梅奥医学院则以其卓越的临床实践 和团队协作精神文明 成为了医学教育的新星 然后 我们跨越大西洋 来到欧洲 欣赏了一场商学院的精英赛 伦敦商学院Pincy 这两所学校的学生 在金融和全球战略方面 展现了各自的强项 激烈的竞争与合作 让我们看到了商学界的无限可能 最后 我们返回亚洲 探讨了清华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较量 两校在物理 化学等领域的科研合作与竞争 为我们展示了顶尖学府的风采 而学生们在国际竞赛中的精彩表现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总的来说 无论是医学教育 商学教育 还是自然科学 两所顶尖学府的较量 都充满了智慧与激情 他们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 树立了标杆 也通过合作和竞争 推动了全球教育和科研的进步 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 也学到了不少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来和我们一起讨论吧 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